东汉中平四年 又死在叛军刀下 刘渝临危授命 走马上任 幽州末 不到一年 震动天下的中山国叛乱 即告平息 张纯为门客作杀 张举出奔塞外 乌环首领邱礼居投降 要到病逐 作为大汉朝廷的一记猛要 这刘渝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且听大郎为诸君道来 在汉末三分的乱世历史中 素来有汉末刘氏三目之说 也就是东汉末年 先后有三位姓刘的皇室宗亲 担任过周末一级的封江大力 他们分别是一周末刘燕 京周末刘表 与幽周末刘渝 刘渝在三国演义中 出场寥寥无几 知名度自然比不上刘备 刘表等汉氏宗亲 事实上 不同于刘备这种水货皇叔 刘渝可是24K纯金 真皇亲 刘渝的先祖是东汉开国皇帝 光武帝刘秀的嫡长子 东海公王刘强 这位刘强的经历颇为曲折 他的生母是刘秀第一任皇后 郭盛通 所以一度还被立为太子 只不过后来 刘秀一爱殷丽华 郭皇后最终被废 殷丽华当了皇后 失去了母后支持的太子刘强 非常被动 几次谦让太子之位 最后 刘强跟殷丽华殷皇后的儿子 东海王刘庄来了一个对调 刘庄成了太子 刘强去当了东海王 尽管如此 毕竟刘于祖上当过东汉第一代太子 属于根正苗红的汉氏宗亲 即便到他祖父父亲这两辈 他们家混的也都还可以 祖父刘家当过九卿之一的光禄勋 父亲刘叔也当过丹阳郡太守 家庭条件好 地位高 尤其是跟刘备这种祖先 需要追溯到西汉刘胜的落魄皇族相比 更是甩了十条街 刘于有才学得行 早年被娶为孝廉 从护曹丽等基层岗位做起 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很快得到了博平令的任命 在任上 刘于治理地方成绩显著 以至于连隔壁县闹蝗灾 蝗虫 只祸害隔壁县 都不进刘于的地盘 可以说 神明都要表示对刘于德政的尊重了 当然 这个蝗虫不饶有德官员 属于古代表扬清官的常规套路 这样的人异蝗虫 在三国治里就出现过好几次 就跟帝王将相出生都会满是红光 天生异象一样 不能当真 只需明白这是当事人对刘于评价较高的一种体现就行了 因为政绩相当突出 又具备宗室身份 刘于升官速度极快 一跃当上了幽州刺史 负责整个州的纪律监察工作 汉朝的制度其实是郡县两极制 也就是 天下分成几十个郡国 每个郡国又分至数个县 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太守 而国的行政长官为相 都由中央直接任命 至两千代 早年 国相位在太守之上 后来皇帝贬义诸侯 顶诸侯相之位在郡太守之下 但是无论上下 两者职能 职权 基本相似 太守上马管军 下马管民 自主权极大 同时 可以自己批用辽蜀 组成小朝廷 郡中人士称之为郡朝 和中央朝廷类似 正是因为太守权重 朝廷恐怕生乱 又把树郡合成一州 以此 划天下为十三州 每个州派一个监察官 及周自使 专门来监督这些官员 是否有不法的事情 但是行政上 依然是以太守为主 所以 这个周自使的制 并不高 只有六百代 和太守手下的郡成一样 但是汉家的制度 讲究 以轻易重 两千代的太守 位高权重 而次使 又代表天子督察郡县 宣达教令 甚至于可以直接弹劾太守 自然权力也很大 朝廷为了制衡 就故意只给次使 六百代的俸禄 大大少于太守 往后 次使的权力逐渐扩展 发展方向和明清时期 巡抚势力扩张 有点像 都是从监察职能 延展到了插手军政 早期的次使 至官不至民 并且也没有制所 就几个郡轮流着跑 每年年中 还要回到朝廷 给天子汇报 后来的次使 不但有了制所 也就是所谓的周治 并且有的 直接侵夺太守的权力 让治下的太守 出钱出兵 渐渐地成为了 太守的直接上级 有些强势的次使 虽然无周牧之名 已经有周牧之时 而左右也以方伯 木伯来称呼刺史 所以出任幽州刺史的刘渝 实际上就是 幽州政坛的一把手 刘渝任幽州刺史期间 不但内政成国斐然 对外在显卑 乌环 夫瑜 惠墨等外族间 也享有崇高威望 这些外族部落随时朝贡 不敢侵扰 不过 汉墨官场风云鬼爵 并不好混 环陵二帝在位时 士大夫因反对 宦官集团专权 双方爆发了 激烈的政治冲突 在延习九年到中平元年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 大批朝中官员士大夫 被宦官集团 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 从而遭到禁锢 所谓锢就是 终身不得作官 此即为 东汉末年的党固事件 许多大明市大学者 比如张俭 陈时 李英 陈帆 寻谭 刘儒等 都受到党固而下引 东汉注重师生关系 向刘表 师从王畅 王畅因为被宦官集团 勾陷为彭党将职 刘表也受到波及 受到善意 被迫逃亡 刘虞的老师是谁 不可考 但以他本身 刚正联名 不肯折腰 是权贵的个性 势必也是宦官集团中的 眼中钉 肉中刺 被栽赃罢处 不可避免 果然 受到政坛影响 刘虞卸任了幽州刺史 后汉书 只隐晦地说 公事曲官 内情如何 不言而喻 但乱事 须人节 刘虞的清闲日子 并没有过太久 灵地中平元年 黄金起义 大爆发 全国各地 陷入恐慌 为了稳定局面 朝廷征召了许多 在野的救官 顾立 四处救火 素来有贤德之名的刘虞 自然也在征召的名单中 他被任命为 甘陵国下 主要任务是 赈灾和安抚 因为战争流离 失所的难民 功绩卓著 朝廷发现 刘虞的政治能力 非常强 随即将他调回中央 不久升为宗正 当成储备干部培养 中平四年 张纯张局 与乌环联手 发动叛乱 进攻到际下 烧毁成锅 掳掠百姓 气势汹汹 朝廷以刘虞有干财 又担任过幽州自使 熟悉当地风土人情 再一次任命 刘虞去幽州 只不过这一次 刘虞不再是幽州 幽州自使 而是幽州墓 当时 太守刘焉 建议废史立墓 设墓于周 把周自使 统一一周的潜规则 放到台面上来 在郡太守之上 废除自使 设立周墓 为中两千弹 高于郡守和国相 周墓是名正言顺的 封疆大理 管君管民 又管官 自然也是 郡守和国相的 直接上司 刘虞是已当上了 幽州周墓 与一周墓刘焉 郡周墓 黄满 同属最早一批 被任命的周墓 由此可见 朝廷对刘虞 给予的厚望 和狡猾的刘焉 选择安全的一周不同 幽州的治理难度 要大胜许多 刘虞若能将 幽州的局面打开 必将收获天下美名 幽州地处北疆 与塞外许多部落接壤 各种战争冲突 时家常便饭 而且因为战事多 而人口少 一直有财政赤子缺口 长期需要朝廷 调拨林济州 青州的财政收入 予以支援 刘虞上任后 首先着手平叛 利用孟义 公孙赞等猛人 对叛军进行围剿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上部险山漏水的刘备 也追随刘虞部下校尉 邹靖参加了 对叛军的一系列作战 屡获战功 战后授封平原令 为了化解叛军的基本盘 刘虞不单单使用武力 同时 以安抚绥靖等方式 拉拢了北疆部落 张纯与张举的好战友 乌环首领邱里居 因此改换门庭 弃暗透明 失去强缘 张举张纯的叛乱 没多久就平定了 但是当时 刘虞大安福手段 受到了主张 武力镇压北疆部落的 俘虏校尉 公孙赞的诟病 那时候 刘虞意气风发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却没有想到 就是这位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 有朝一日 竟然会变成自己最大的敌人 此事 在后续的节目中 将详细叙述 镇压叛乱之后 刘虞通过开通 与北疆部落的护士 开发渔阳郡当地的盐铁营收 鼓励老百姓发展生产等等 迅速实现了 幽州地方的财政和粮食 自给自足 并且 让幽州一时间成为政局安定 物价平稳的地区 吸纳了周围地区 因黄金战乱而离散的 青州徐州流民 多达百万 幽州在刘虞的治理下 发展蓬勃 百姓安居乐业 感念其恩德 刘虞在北方的威信 一时无二 被天下视为实力最强 名气最大的宗室 君子温润如玉 刘虞行仁政 走正道 实为宗室之玉 出平元年 韩父 袁绍 其山东驻将 组成联军讨伐董卓 为了对抗董卓 费少帝 立陈流亡的剑阅举动 袁绍带头 欲拥立刘虞当皇帝 刘虞的人生似乎在这一刻 距离顶峰只剩一步 然而 令人震惊的是 在此之后 刘虞的命运 却发生了惊天转变 那么面对袁绍的拥戴 刘虞究竟作何反应 群雄并起 他与袁绍 韩父 公孙赞等河北群雄 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东汉初平元年正月 关东群雄 祖建邻军 讨伐太师董卓 自号车戒将军的袁绍 被推举为盟主 与河内太守王匡 屯河内 其余群雄 继周末韩父刘业 共挤军粮 豫州赐史孔骤 屯颖川 眼州赐史刘代 陈流太守张淼 广陵太守张超 东郡太守乔茂 山阳太守袁仪 继北向报信 与代理奋虎将军曹操 豚孙藻 后将军袁束 豚鲁阳 各拥不屈 声势浩大 2月 被联军击败的董卓 胁迫险地 迁都长安 纵兵焚毁攻势 挖开亡陵 劫掠百姓 致使洛阳方圆二百里 荒谷凋敝 人烟断绝 关东联军 惧怕董卓精锐部队的战斗力 不敢继续 向关系对劲 全部屯兵陈刘俊的酸枣一带 董卓虽然跑了 但天子留邪 还在他的手上 因此 董卓还能继续 以中央的名义 发好施令 关东群雄起兵的重要原因 就是董卓擅自费力皇帝 自然不愿看到董卓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场面 以袁绍为首 群雄就开始商议 不如另立山头 自己拥立一个皇帝 当傀儡 就可以名正言顺 对抗董卓了 但问题随之到来 汉世宗亲那么多 拥立哪一个最合适呢 由于刘渝 实力强 名气大 根正苗红 又素以儒雅著称 似乎是个好控制的主 董卓费力后 袁绍第一个想法 就是立刘渝为帝 至于刘烟刘表等等 相比刘渝 治理幽州的功绩 当时的名气 都还差得远呢 况且 刘渝的先祖 东海公王刘强 那可是汉光武帝 刘秀的长子 论血缘 论能力 论威望 都没有比刘渝 更能负重的了 天上吊大饼 并没有参加 讨伐董卓的刘渝 真可谓 躺着也能登上人生巅峰 我们来看一下 刘渝接受了 袁绍的建议后 天下的格局 刘渝称帝 与已经称帝的刘邪并立 必然会形成 东西两个汉家朝廷 对立的格局 天无二日 国无二军 东西二帝 注定最终只能留下一个 我们可以大致设想一下 刘渝的主要支持者 和势力范围 首先 作为刘渝的大本营 幽州西部 必然是手拿把钻的 其次 袁绍公孙赞 曹操等人 都能看作刘渝的铁杆支持者 袁绍是拥立他的头号功臣 曹操即一干眼周势力 基本是亲袁绍的 公孙赞虽与刘渝有矛盾 但是如果刘渝称帝 作为其直接下属的公孙赞 家官禁绍不在话下 应当可以吻空 最后 会亲近刘渝的势力 还有辽东 公孙渡与益州刘渊 公孙渡这一支公孙家 含居幽州东部 孤悬海外 不至于和幽州西部 实力强劲的刘渝叫板 刘渝则和董卓挟持的 长安朝廷关系恶劣 还曾一度联手马腾等 西凉军阀攻击长安朝廷 大概率会和刘渝亲善 这一来 刘渝阵营的势力范围 就将覆盖幽州全境 以及冀州 衍州大部 再下一个一州 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天下 再看刘渝的敌对势力 摆在第一位的 自然是董卓控制下的 长安朝廷 他的势力 包括私立西部 以及梁州大部 其次是袁术和他的小伙伴们 袁术的实力不俗 豫州大部 南阳郡 以及扬州一部 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他的立场 一向是袁绍支持什么 我就反对什么 至于他是选择 支持长安的刘协 还是直接自立 就没法猜测了 他的小伙伴 包括太行山的黑山军 并州的南匈奴和白波军 徐州的陶谦 这帮人的立场 基本和元素一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难以确定态度的势力 比如荆州的刘表 他肯定是反元素的 但是未必会投入刘渝的阵营 因为他和长安朝廷关系不错 另有荆州的几股割据势力 他们中没有大势力 人数较多的荆州黄金 只能算虾兵蟹将 考虑到公孙赞和袁绍联合的强大军事实力 荆州大概迟早会被刘渝朝廷纳入囊中 江东势力也没有本土的大势力 后来被隶属于元素的孙策征服 但前期影响力不大 最后的焦州势力 天涯海角 无俗轻重 可以忽略 综合看来 刘渝有元绍公孙赞这等 韩末早期最强战力加盟 并拥有曹操 刘备这样的潜力股 文武阵容 极其豪华 调打并州 青州 徐州 豫州 无压力 董卓与元素未必能拧成一股绳 而且 董卓有西梁马腾 寒碎 撤肘 元素也面临着孙策自立的内患 相较之下 刘渝的战略优势更加明显 一旦刘渝占据优势 刘表等摇摆派是 必纷纷表态归负 如此一来 刘渝实力大胀 仅仅占有关中的长安朝廷 难以抗衡天团阵容的刘渝朝廷 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如此大好形式 换做宗师之狼刘烟 一定会欣然接受 但刘渝不是刘烟 他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举动 居然把元素的使者给杀了 坚决表明自己不与关东联军 同流合污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 刘渝是君子 君子虽然温润如玉 但也清流自今 因为他早已看出 和倒行逆势的董卓相比 打着大义旗号的关东联军 也不是什么好鸟 关东群雄中最先起兵的是 张扬 报信等人 他们都是大将军合进的孤立 出兵元年 才形成以元绍为首的反董联军 此时 大都是汝南元绍的门声孤立抱团 董卓虽然暴虐专政 但是当时朝廷依然姓刘 董卓并没有宣布改朝换代了 只不过换了个灵帝的儿子 当皇帝 反观元绍等人 为了给自己起兵的行为粉饰 竟然抛出 刘协不是灵帝亲儿子 这样的论调来 十分荒谬 刘渝和刘燕都担任过管理 汉室宗亲家族事务的宗正 刘协究竟是不是灵帝的儿子 他们自然最清楚 如果不是 他们肯定有理由复合反抖 刘燕有私心可能不会 但君子刘渝一定会 他受灵帝恩惠最多 刘渝身为宗室 没理由给何晋与原家的人站队 在他看来 关东联军只不过一群 为了利益才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 心里并无汉事 他们胜利了 不过换一个人当董卓罢了 他不愿意看着汉室江山 瑜伽混乱 更不愿意自己成为袁绍等人 实现自身野心的傀儡 果然 不出刘渝的意料 董卓挟持皇帝逃奔长安后 关东联军惧怕董卓精锐的 梁州军的战力 无人敢继续向关系推进 全都屯兵酸枣一带 日夜宴会 全无进取的锐气与雄心 只有曹操认为 董卓焚烧攻势 携迁天子海内阵洞 应趁机与之决战 独自引军西进 但是孤军深入至行阳汴水附近时 与董卓大将徐荣较风 因为士兵数量悬殊而大败 士族死伤大半 曹操本人也被流石所伤 幸得堂帝曹孔所救 幸免于难 曹操退兵回三藏 建议诸军各聚要地 在分兵吸入武关 围困董卓 关东诸将不肯 关东诸军名为陶董卓 实际各自心怀鬼胎 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 又见曹操失败 更不想重蹈覆辙 不久 诸军之间发生摩擦 相互火拼 联军很快分崩离析 甚至相互之间反目成仇 刘渝的儿子刘和 本来陪在皇帝刘邪左右 刘邪知道刘渝是忠臣 就派刘和返回幽州 迎接刘渝进京护驾 途中 先后被袁术袁绍软禁 当成要挟刘渝配合入伙的人质 但刘渝不为所动 不仅杀了袁绍派来 劝他登基为帝的使者 还把袁绍韩复等人骂了一顿说 你们几个还嫌天下不够乱吗 眼瞅着皇帝受难 你们各霸一方不算 还整天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 有意思吗 这一顿骂 彻底断了韩复袁绍等人的念想 群雄们个个放飞自我 开始撕破伪善的脸面 将利益争夺放到明面上 互相攻伐 只说北方 关东联军解散不久 出平二年 冀州末韩复部将趋役反叛 公孙瓒趁机攻打冀州 袁绍借机骗取了韩复的信任 夺取了冀州 本来追随袁绍的河内太守张扬 因为袁绍夺取了冀州 与他决裂 居然转身投奔董卓 同年 公孙瓒以弟弟公孙范之子 发兵向袁绍寻仇 双方在戒桥混战 此类种种不胜枚举 轰轰烈烈一时的关东联军 丑恶本质暴露无遗 群雄歌剧的时代 正式拉开了序幕 温厚宽人的刘渝 又将如何自主 天下分风 风云骤起 宗室之欲 还能独善其身吗 东汉出平元年 自汉光武帝刘秀定督洛阳起 洛阳迎来建都 数百年来第一次人为的 蔑氏浩劫 十年三月 董卓胁迫汉险地 刘邪迁都长安 同时对洛阳城百姓 进行血腥屠杀 然后将整个洛阳城 复制一聚 大火连烧数月 遮天蔽日 韩聚西北 邪天子已令诸侯的董卓 开始和袁绍为首的 关东联军 展开正式交锋 而此时的幽州牧刘渝 也被大势裹挟 不得不做一个艰难的抉择 关东联军的盟主袁绍 不愿眼睁睁看着董卓 携天子已令诸侯 便也动了策立皇帝 攫取从龙之功的面头 他选中了一项有贤德美名的 汉氏宗亲 幽州母刘渝 并借着关东诸将的名义 派遣原勒浪太守张琦 拜见刘渝 劝尽自立 宗氏之谊刘渝 劫身自好 不肯与袁绍同流合污 进一步搅乱大汉天下 果断拒绝自立 品行忠贞 本是美谈 但人人心中都只想着乱世降临 高洁的品质 顿时成了迂腐的象征 让关东群雄大失所望 当皇帝的事暂告一段落 刘渝似乎可以远离外界喧嚣 继续为大汉天下 守护与治理幽州了 但他却没有想到 一场大动乱 即将在幽州内部爆发 初平二年 雍丽流于失败的袁绍选择自立自强 打起了冀州的主意 当初 袁绍因与董卓不和桃朱洛阳 董卓顾虑袁绕袁绕家族的势力 便以朝廷的名义 封袁绕为渤海军太首 以示笼络 渤海军属于冀州 袁绕本该接受冀州牧韩父的管辖 但袁家四世三公 门声故隶满天下 韩父就曾是袁氏的主力 所以韩父对袁绍十分尊敬 完全不敢有半分轻慢 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期间 袁绍为盟主 反而是韩父接受他的指派 留在冀州掌管前线大军的后勤工作 讨伐董卓时 袁绍与韩父同仇敌开 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双方大体还能相安无事 随后 关东联军赶跑了董卓开始内斗 袁绍也不甘心只掌握宜郡之地 把目光移向了就近的冀州 冀州物产丰饶 人口酬密 被视为天下之重资 韩父又是文弱无能之辈 以心勃勃的袁绍 自然想要取而代之 夺取冀州 作为自己霸业的基础 不过以宜郡 对抗一州 依然存在极大的风险 袁绍听取了谋士冯继的建议 暗中邀约 幽州辽东蜀国长使 公孙赞攻打韩父 自己好从中于力 按理说 幽州是刘渝的地盘 调兵遣将 须经过刘渝的同意 方可执行 但袁绍心里清楚 自傲清高的刘渝 看不上自己 不愿意与自己合作 而且一心保镜安民 更不会答应出兵 侵犯同为大汉疆土的冀州 所以才找上了公孙赞 袁绍看上了公孙赞什么 公孙赞在幽州经营多年 实力不俗 不许多达数万 他本人更是勇猛善战 经常身先士卒 冲杀在第一线 与随身数十名亲卫 都骑白马善骑射 相互间为左右翼 好为白马一从 他也由此得了个 白马将军的美名 此前 无论是武力震慑乌环 还是对张举张纯的评判 都少不了公孙赞助力 公孙赞实为刘虞手下 第一猛将 但是两人的关系 并不算融洽 刘虞宽容人后 简朴连结 不但是个劳动模范 还是个道德模范 而公孙赞做农商建设 虽然不咋样 却野心勃勃 扩张欲望满满 是彻底的乱世枭雄 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在这乱世凑在一起 注定会有人出局 他们的裂痕 在征伐乌环时就已经出现了 对待外族 刘虞主张走怀柔路线 而公孙赞却倾向铁血镇压 甚至当乌环首领 丘利居等派遣使者 向刘虞寻求沟通归附期间 公孙赞还暗中派人 在途中杀害这些使者 两人的价值观如此撕裂 产生缝隙在所难免 随后的一件事 则让友谊的小船彻底轻浮 被董卓挟持到长安的汉险帝 一心想要重回洛阳 就派遣刘虞的儿子刘和 去向刘虞求救 可刘和经过南阳时 被袁树扣留了 心怀鬼胎的袁树 另派使者去找刘虞说 救驾这事 我老袁跟你一起干 你派这队伍跟我走吧 对于袁树的提议 公孙赞坚决反对 而刘虞一门心思 勤忙救驾 坚持己见 爽快派出了数千精锐骑兵 而这数千骑兵 后来果然被袁树扣下吞并了 数千骑兵 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痛心疾首的刘虞 随后发现一件吊诡的事 扣押刘和 以及私吞骑兵这些 竟然都是公孙赞私下 怂恿袁树干的 这下刘虞可怒了 好啊 这公孙赞明面上大公无私 竟然在背地里捅我刀子 两人暗中的不合 从此摆到了明面上 几乎决裂 本该出手惩治公孙赞 将危机扼杀在摇篮里的刘虞 却只是和他各行其事 就此罢了 不得不让人叹息 而后来的两次致命失误 终将刘虞推入了深渊 袁绍正是看准了 公孙赞自身的强悍实力 以及他与刘虞的矛盾 才敢肆无忌惮地 越过刘虞 直接招呼公孙赞 行驱虎吞狼之计 以平分冀州这块大肥肉 吊上公孙赞这条北江之虎 侵吞冀州瘦弱的豺狼 韩富 公孙赞也的确没让袁绍失望 他对冀州的富饶垂涎已久 此时 听说袁绍愿意与他理应外合 并兴冲冲点起大军直奔冀州 当时 公孙赞的主力部队 有三万步兵 一万骑兵 且携平定北江之威 上下士气高昂 兵风即胜 与此同时 大概是受到了袁绍暗中鼓动 韩富手下大将区役 起兵反叛韩富 内外交困 缠绕的韩富 顿时吓得不知所措 袁绍看到时机成熟了 立刻派出说客 到夜城 拜见韩富 他的说客高干 寻臣 劝说韩富 将冀州让给袁绍 让众望所归的袁绍 平定乱局 如此一来 韩富最后还能得到一个好下场 否则遭受冰灾 死无葬生之地 韩富生性怯懦 缺少主见和担当 听他们折散莲花 不顾部下强烈反对 居然同意请袁绍主持冀州局面 袁绍如愿以偿 接管了冀州 却没有兑现 分给公孙赞地盘的承诺 公孙赞却觉得 自己被人当枪使了 怀恨在心 公孙赞知道 袁绍与袁树兄弟不和 为了报复 就派自己的弟弟 公孙岳带领千名骑兵 去与袁树联盟 想要一起对付袁绍 偏偏这个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 比较戏剧性的事情 初平二年冬 袁树任命孙坚 为豫州刺史 屯兵扬城 在孙坚出兵 攻打董卓的时候 袁绍趁机任命 自己人周昂 为豫州刺史 派兵袭取了扬城 袁树派遣公孙岳 协助孙坚救援扬城 没想到公孙岳 在作战中 被刘史射中身亡 正在青州镇压 黄金军的公孙赞文训 怒不可遏 认为弟弟之死 袁绍要负主要责任 他本来就对袁绍不满 再加上包地身亡 薪酬旧恨加在一起 彻底爆发 正式举兵攻打袁绍 袁绍大惊 他在冀州 屁股还没坐着 不想大动干戈 为了取悦公孙赞 缓和局质 便拔着公孙赞的 从地公孙范 为渤海太守 可是公孙范一到渤海 立即倒戈 投降了公孙赞 袁绍竟无法通过 斡旋避免战争 只能亲自领兵 迎战公孙赞 派出八百部族 和千余弩兵 做先锋迎战 几万主力 在后面截阵 双方在戒桥南 二十里出交锋 最后 以公孙赞大军 被击退告终 此战是为 河北群雄争霸战中的 重要战役 戒桥之战 大狼戒时 会在单独的战役系列中 对此战 进行详细盘片分析 现在暂不赘述 公孙赞 虽然在戒桥之战中失利 但损失并不大 他咽不下这口气 随后又发动了 龙凑之战 巨马水之战等 一系列战役 与袁绍拉锯 熬战两年 互有胜败 相持不下 为了支持 平凡的战事 公孙赞不可避免 要对幽州的百姓 横正暴廉 补贴军须 身为幽州牧 刘渝心再大 也不可能 坐视公孙赞 如此雄兵独武 再这样下去 在幽州 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家底 必然被公孙赞折腾完了 他刘渝 欲下不力 也将威望扫地 更重要的一点 倘若公孙赞 真的在与袁绍的 对峙中占了上风 成功夺取季州 那么下一步 一定会携大胜之威 回师幽州 到了那时候 这个幽州 恐怕就不是 刘渝能够掌控的了 刘渝越想越焦虑 秉持防患于未然的理念 在初平四年 对公孙赞发出了警告 截至他的军事行动 公孙赞正在 与袁绍熬战的镜头上 得到消息后 十分恼怒 认为刘渝 故意给自己吃半子 甚至怀疑 刘渝与袁绍有所纠结 不但把刘渝的命令 当耳边风 还变本加厉地掠夺百姓 刘渝准备赏赐给 北疆部落的礼物 也多次被公孙赞抢夺 刘渝无法制止 公孙赞的暴行 于是上报朝廷 诉说公孙赞的罪过 公孙赞不甘落后 同样上表 告发刘渝半事不利 两人相互指责 朝廷也无力处理 这是刘渝的第一次失误 误判形势 误判人心 明知对方一心 却还给了公孙赞 太长的发展时间 公了不成 恩恩怨怨 只能私了 公孙赞信奉武力 为了自保 修筑城池 防备刘渝 以和为贵的刘渝 仍然抱有幻想 几次邀请公孙赞 坐下来谈谈 但公孙赞都称病不来 十分抗拒 公孙赞拒不配合 桀骜不驯 为了维护幽州的长治久安 刘渝无奈 只能选择下策 初平四年 在发出最后通牒 被公孙赞无视后 刘渝自己就和十万人 进攻公孙赞 临行前 周从事程序 劝阻刘渝 不要轻举妄动 刘渝素来温迁 但此时心志已坚 哪里还听得 部下的组劝 竟将周从事程序 直接斩首示众 可见 在愤怒的驱使下 温润如刘渝 也不免扭曲暴力 刘渝大军突然杀到 公孙赞的主力 都散布在外面作战 周内留守部队不多 公孙赞自觉寡不敌众 一度想弃城逃走 必须说 刘渝拿捏的这个时机 还是很好的 起码能打八十分 算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 行动了 然而 辞不长兵 战场上容不下 富人之人 幽州内乱火病 并不是刘渝希望看到的场面 在这节骨眼上 刘渝身上那股道德模范劲 又上身了 他居然向全军下达了 这样一条死亡之力 不许放火 不要多杀人 只杀公孙赞一个 下达不准杀人放火的战斗命令 难道让士兵们用口水 淹死公孙赞 这便是刘渝的第二次致命事物 生死存亡关头 富人之人 对敌人仁慈 却是对自己的残忍 刘渝的士兵 遵守刘渝的命令 不焚烧或破坏城池 又爱惜百姓的房屋 束手束脚 所以 攻城几次都毫无进展 公孙赞抓住机会 立刻召集精锐勇士数百人 顺着风势放火 并趁时出席 刘渝抵挡不住 大败向北 逃至居庸县 公孙赞追击 只用了三天 就将县城攻陷 活捉刘渝 及其妻子儿女 回到季县 为了平息幽州的动乱 险帝派使者断训 给刘渝增加封地 令其都统六州 同时升迁公孙赞 为前将军封义侯 想要霍西尼 安抚两边 但公孙赞好不容易 得到了刘渝 岂能放虎归山 为了开脱自己 对抗上官的罪行 他诬陷刘渝 与袁绍谋取称帝 胁迫断训 处斩了刘渝 及其妻子儿女 如此一来 刘渝就是被中央朝廷 处斩的最臣 他公孙赞 反而成了对国家 有功之人 不过 刘渝在北方 很得人心 他死后 幽州及流亡之死的百姓 都痛哭流涕 公孙赞将刘渝的首级送到京师 也被刘渝的旧部下伟敦 在路上劫走并安葬 纵观刘渝一生的政绩 说他是智势之能臣 应该并不过分 起初 朝廷由于幽州贫瘠 经常要调拨其他州郡的户税 来维持幽州的开支 后来董卓专权 各地诸侯并起 幽州和朝廷之间的联系被阻断 刘渝在幽州 组织百姓开肯良田 发展盐铁商业 一时之中 幽州竟然成了乱世之中的桃花源 青州徐州迁徙到幽州躲避战乱的百姓 竟然有百万余口 刘渝不仅政绩斐然 而且为人简朴 他虽然是一周之周末 但是他生性节俭 平时穿着简朴 吃饭也以素食为主 幽州的豪杰荣敌 都以刘渝为学习模范 幽州在刘渝的治理下 成为了乱世之中难得的和平乐土 如果刘渝生在治世 他的人生将是一片辉煌 然而刘渝却不幸地生活在了乱世 而与我诈的乱世 是容不下天真与宽容的 生逢乱世 以刘渝始终如一的扁平化性格 注定活不过三级 话虽如此 我们在现实中生活 又何尝不是活成了一个个扁平化的人呢 大郎都市偶尔想起刘渝 以及和他相似的人的人生经历 明白了一个道理 乱世亦如旷野 生于旷野之中 绝不能有妇人之人 更不能有宋相公之迂府 要生存 要强大 就要学会与郎共舞 一周马适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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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团